大家好 家常土豆炖排骨这样做 鲜香软糯 越吃越香 这样一大锅吃着真过瘾 先把清理干净的排骨倒入清水 浸泡10分钟 泡出里面的血水 然后再放入锅里冷水焯压水 加入葱姜片料酒去腥 水要多放一点没过排骨 锅不用盖盖中大火烧开 用浪网打去表面的浮沫 再煮一分钟左右把它捞出来 用微水清洗 多清洗几遍 洗去上面吸附的杂质 洗好后控满水分备用 接下来准备所用的调料 葱姜切成片 切好后放到盘里 再放入桂皮香叶小茴香 花椒和大料 起锅倒油 油热把排骨倒入扁炒 炒出里面的水分 炒至表面微微发黄 把调料倒入 加一勺豆瓣酱 大火翻炒炒出香味 放入适量的料酒 老抽上市 蚝油和生抽 再加入几块冰糖 把它们翻炒均匀 加入主量多的水 水要一次加够 大火烧开 转小火炖一个小时 在这中间把比赛准备一下 洗净去皮的土豆切成滚刀状 把切好的土豆块放到水里 里面氧化发黑 这时排骨也炖一个小时了 把切好的土豆块倒入 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食盐 把它搅拌均匀 中大火再炖20分钟 将一锅鲜腰软弱油气味的 土豆炖排骨边做好 土豆和排骨都非常的软烂 拌着米饭大火吃肉 真的太香了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谢谢大家的观看